天時暑熱 煮什麼甜品吃好呢? 要清清的 又不要那麼甜 我想到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就是日本的抹茶卷 我們立即做這個甜品 在開始做之前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們這次的材料非常豐富 有雞蛋三隻 菜油20ml 糖60g 木茶粉10g 薄力粉53g 奶或豆漿40ml 忌廉180ml 士多啤梨6粒 還有白朱古力50g 首先我們把烤梅子鋪好在焗盤上 然後把蛋白和蛋黃分開 然後把蛋白和蛋黃分開 我們用手動的打蛋器 把蛋黃先攪拌均勻 在攪拌的時候 我們把10g的糖分兩次 加進去 每次加一點都攪拌均勻 再加一點奶和豆漿 再攪拌 好了 攪拌到差不多 加一點奶和豆漿 再攪拌 然後把蛋黃色很加入 通常攪拌 再攪拌一下 再加一點奶和豆漿 最後把所有材料都攪拌均勻 然後備用 好了,我們出動電動打蛋器 首先我們慢速 打到蛋白有少少起泡 然後我們再加入砂糖 之後我們就要轉高速去打 打到變成起身爐子 好,蛋白打好之後 我們拿三分之一出來 大概就放進剛才的綠茶漿 然後我們攪拌均勻 好了,攪拌到差不多 我們把剩下的蛋白都倒進去 一起攪拌均勻 攪拌均勻 哇,攪拌了這麼久 終於攪拌完了 我們把材料倒進焗碗裡 準備放進焗爐裡 焗 之後就可以放進焗爐裡 我們用190度的爐溫 焗12至14分鐘 記得焗之前要預熱焗爐 同樣用190度的預熱 好,焗了12分鐘之後 蛋糕就可以出爐了 好了,我們把它拿出來處理先 首先我們在焗爐裡 把它拿出來放在架上 把紙輕輕拿出來 然後我們再鋪上保鮮紙在蛋糕面上 然後再把它攪拌 我們就備用 在攪拌蛋糕的時候 我們就開始製作濾茶的奶油 我們先把剛才準備好的白朱古力切碎 然後把白朱古力加熱水攪拌 然後把白朱古力攪拌 3g的綠茶粉 再加入白朱古力攪拌 好了,我們把忌廉 加入融化的朱古力 然後再用電動打蛋器 打到起cream為止 好了,我們又回到蛋糕那裡了 我們現在要先移除寶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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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 好,我們把其中一邊 用45度角斜斜切 方便一陣子 在捲的時候容易一點 那個位置 好了,我們現在開始鋪幾點 上蛋糕上面 你均勻鋪就可以了 好,記得在斜邊 近斜邊的一吋位 我們不用鋪的 好了,我們現在開始鋪 鋪的士多啤梨上去 那你看看 那個隊形是怎樣鋪 然後呢,我們再把那些cream 再鋪上 那些士多啤梨上面 我們現在開始鋪上這個蛋糕 變成一個瑞士捲 那這個步驟呢 是好講技巧的 好考你自己的功夫 可能你要練習多幾次 才能掌握到當中的技巧 好 好,那在適當的時候 可以利用這個工具 可以修飾這個瑞士捲的型 就好像在影片裡面 那我示範一下 用這個膠片 這樣可以放進去 好了,捲好之後 然後呢,我們可以貼上一些膠紙 去固定回它的形態 好了,那我現在就把捲好 的綠茶捲呢 就放進雪櫃那裡 那你很快就有得吃的了 那那個抹茶捲呢 其實最少呢 就要雪 一個小時以上的 那雪久一點吧 可能你的雪櫃 冷一點 其實它會好吃一點 那我現在拿出來 嘩,好像很淺 好了 那我現在呢 就拆開去看看 啦 好緊張 好了,我們現在切開去啦 好緊張 好緊張 嘩 嘩,這個賣相好像很吸引喔 跟外面那些 一樣那麼清喔 現在開始試吃啦 是不是好羨慕呢 好緊張 好緊張 哦 哇 哇 蛋糕本身很有龍茶味 然後那些霜霜 呢 是有 牛奶抹茶的味道 所以,加起來,其實它很奶油 跟你在外面買的那些 即是那間,超級市場那些 100-200元一卷那些 起碼做到90% 不要開玩笑,我真的要吃 你是不是想吃? 跟著我做,跟著我做你就能吃 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喂喂,不要想吃了 如果你喜歡的話,記得分享給朋友,還有記得訂閱 多謝,拜拜